臺南微光眼鏡 Hello 大家好 我是臺南微光眼鏡的長工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 奧克里 應該是去年 去年特別推出了一個 全新的鏡片的系列 叫Print的一個系列 剛推出的時候 我們在門市上遇到很多喜愛奧克里的朋友 對這個方面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們特別拍了這個影片 來對Print這個鏡片做一個介紹 其實Print的鏡片 它最主要就是 它可以針對於各種不同的 運動跟需求跟環境 做一個針對性的設計 它最早是 其實這個Print最早 推出是用在兩個地方 一個是在雪地 它的雪境跟它的一個軍規 的一個 狙擊用的一個鏡片 這是我們可能在奧克里系列 我們看到最早出現 那它在去年開始 廣泛的運用在 各種的運動上面 包括說道路專用 道路專用就譬如說我們 跑步馬拉松單車 高爾夫專用 高爾夫專用 顧名思義就打高爾夫 還有棒球專用 棒球專用還有分內野跟外野 所以它是一個分的相當細的 然後腳踏車 它也有分道路專用 還有山林越野用 如果說您騎的像國外一些極限運動 他們騎的是在山林裡面穿梭 一些山林越野用 還有呢 奧克里它也有長期在 注重在一個釣魚的活動上 所以它也有水面專用 那水面專用又有分深水跟潛水 也就是一般來講就是在 海調或者是溪調 分得非常的細 那我們大概來了解一下 今天做一個簡單的介紹說 它的一個鏡片的設計理念 會差在哪裡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ProRound還沒有推出之前呢 奧克里的鏡片大致上 我們可以簡單的分 當然其實它之前 早就有推出一些比較專用的鏡片 只不過我們是分一個大方向 像這個是一個紅衣鏡片 那以前紅衣鏡片就會有分有偏光 或者是沒有偏光 那當然我們以紅衣鏡片來講 紅衣它的功能是什麼 抵擋強光消除炫光跟隔熱 那它的鏡片呢 是屬於一個通用型的 也就是說正常來說 只要是在光源充足底下 它是各種運動都使用 屬於一個通用型 那當然如果多了偏光的功能 就是針對於偏光的一些需求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這兩個鏡片看起來非常非常的接近 這個是Perron的道路專用 這個是一般的度紅衣 鏡片上都是紅色的 表面看起來 由乍看之下都是紅色 其實如果你把它帶起來看 你看出去的視野是會有一些不同 那Perron它的一個設計裡面 就是說它在經過光譜以上的分析 它可以將特定的顏色做一個增強對比 像道路專用呢 就是它會增強的黑色白色跟黃色的對比 為什麼呢 我們柏右路是黑色的 然後我們的馬路上會有白色黃色的標線 所以 道路專用鏡片呢 它可以讓您在 我們在道路上行駛的時候 或者是跑步的時候 可以讓你在印度眼簾的景象呢 有一些特定顏色的強烈對比 讓您可以看東西更為清楚 棒球專用 這一片是棒球的外野專用鏡片 那外野呢 它就是可以加強了 藍色跟白色的對比 當我們在接高飛球的時候呢 它可以將我們的球看得更清楚 那表面的防順光鍍膜呢 可以將大太陽底下產生的一些 順光跟刺眼的光線 幫您顧慮掉一些 那棒球的內野專用呢 它就是增強了 再多了一個紅色 紅色、綠色跟白色的一個對比 所以 Purrent的一個鏡片呢 它最主要的一個設計的一個理念呢 就是說 它可以針對於你的特殊的需求 當譬如說您是打棒球 或者是您要打高爾夫 路跑騎單車 針對於你看得到的景色呢 做一個針對性的一個設計 所以 我們常常會遇到一些情況 譬如說 OK 如果說您是要想要買比較專業的 運動用太陽眼鏡 奧克里 它的一個設計它會比較針對性 那我們常常看到有遇到很多朋友 在買奧克里的時候 它是挑鏡框的外型 顏色好不好看來做決定 其實買奧克里 我們不建議這個樣子 因為 這樣子你就沒有辦法真正去享受到奧克里 它一個 在眼鏡光學上一個相當高端設計的一些光學品質 譬如說 我們來看 棒球專用跟道路專用 其實兩片看起來真的很接近 但是如果說我們戴起來 從鏡片的內側往外看 其實它是會有差別的 所以 我們大概就可以了解到 Print的一個鏡片跟 之前 度一的鏡片 它的一個差別在於哪邊 那當然 如果說 你覺得說我 需要從事各種運動 像 常供自己有去測試 其實道路專用鏡片 但在棒壘球場上來帶 是勉強OK的 所以就是說 它雖然說它是道路專用的 可是我要帶去打棒壘球可以嗎 當然 還是可以 但是 比較起來 它在效果上 會比不上棒球專用鏡片 那 如果今天帶的是棒球專用鏡片 我可以帶去跑步嗎 當然還是可以 因為 基本上 譬如說 太陽眼鏡我們剛最基本的功能 就是讓眼睛不刺眼 抵擋強光 抗紫外線 對眼睛的防腹 這些 每一副Oakley 對它們來講 都是基本配備 所以 如果你只是要平常運動要用 其實它們這些都可以符合 只不過 它們可以在某些的環境下 某些的運動下 做更棒的一個提升 這就是 Print鏡片的一個 特別的一個設計 希望大家可以對Oakley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好 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 打針 看到 導演 畫面 全看 可以